总作间是火影系列的西北铁野 怪兽设定是艾瓦姆公司卡拉 前年给阿汤哥的壮志凌云 唱主题曲的OneRepublic 降临做动画主题曲 脚本是大河内衣楼 但愿是鲁鲁修 而不是水星魔女版 动画制作是工科机动队 心理测量者的Production IG 我不知道啥是国家队啊 但这可以说是地球代表队了吧 看完漫画的我 在前两集的超前点映结尾字幕 看到这些名字 真的差点怪叫起来 不管漫画后面如何 至少今天的动画 以及至少本季的内容 看来都会是有保证的 所以今天想得加入第三部队的你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又出现怪兽的东京 亚白米娜登场前 从一个印有好像翅膀标志的支撑机出来 这个JAKDF指的就是日本防卫队 logo的设计领感来自樱花与鸟居 防卫队的名称源自日本防卫队JSDF 其中的海军自卫队有樱花 航空自卫队有翅膀 推测作者应该是这样子的思路吧 我不是很懂设计啊 瞎说的 漫画一登场 怪兽小飞就死掉了 动画则是给了两份半的演出 哈拉秀怪兽 小猪舍秀美女队长 与成员空降作战 草题素子给您鼓掌 米娜队服上也是有文章的 初云科技 作为日本最大的反怪兽武器制造公司 队员的作战队服与武器均来自他们家 顺道一提 他们还有国际化的logo 上面是初云的罗马因 这家荒板初云公司 不仅和政府合作 主角卡夫卡在切肉时 也为他们提供了怪兽的样本 看来他们也有赞助民间 与怪兽相关的组织 在赞助商的下面有很小的字写着讨伐厅 这个机关是可以给怪兽定性的单位 没错 本书标题怪兽八号 就是由这个机关命名的 讨伐厅是日本自卫队的上层 电视报道中出现了亚白队长所属的第三部队logo 使用了日本的元素 三条杖也代表是第三部队 综上可以看出部队的从属关系 即讨伐厅 日本自卫队 第三部队 本作动画制作委员会名称 就是以第三部队命名的 所以官图版全名有两种 怪兽被打倒后 卡夫卡身穿工作服出现 他所在的Monster Sweeper 是一家专门负责怪兽解体的公司 相较于漫画 动画给善后工作增加了很多机械道具 也因此扩大了公司的场地 用来停放解体工作的工作车 一股挨瓦味 MS工作人员穿的工作服 小猪舍在插上也有细节的展示 可以很好的隐藏皮肤 不露出缝隙 能抵御一切伤害 包括怪兽的体液与血液 然后动画就出现了内脏爆炸 血液烫坏工作服的场景 不愧是热血烦 物理 卡夫卡的回忆中 曾经爆炒的自己站在米娜的广告牌下 更惹眼的是重建建筑上 互种建设的大商标 这家是日本三大建筑公司之一 以怪兽灾难导致的倒塌为前提 提供便于重建的建筑材料与方法 该公司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写到这里就扯一对对闲篇 如果怪兽的出现与无法根绝 最后和出云科技 以及互种建设有关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战争与灾难本身 就是某些公司裁员广进的发保 所以顺便说说故事的世界观 怪兽大国 指的就是这个地球对日本的通称 因为日本是怪兽发生率最高的国家 路面交通甚至有专门的怪兽红灯 动画开篇的两分半钟 怪兽从水中登陆 随后在陆地造成破坏 即便本兽被压白一枪毙命 之后还会伴随鱼兽的出现 鱼兽有沿着本兽创造路线出现的 也有寄生在本兽上的 还有就是本兽创造的 第一只怪兽出现时 电视报道使用了3.5集 全长60米等数字字眼 综合起来 怪兽在此时影射的 就是日本频发的地震 而在3.5集怪兽到来时 不需要避难的市民 悠然的刷手机 确实还蛮写实的 在战掉鱼兽时 一只白色大喵帮助了卡夫塔 这是米娜的宠物猫法虎 没有作战的时候 它会在米娜家 一一扯物 引起卡夫塔变身的怪兽 因为只和主角有一面之缘 讨伐厅还没来得及给它取名 试着全部都是谜的家伙 动画第一集 相较于漫画 重点在怪兽登场 怪兽处理 以及鱼兽追逐时增加了演出 怪兽登场 一般兵器先进行诱导性攻击 挂着国旗的半中式里 明显对这样的金钟手段没信心的政治家 以及被炮弹打到果然没啥作用的怪兽 像极了 那么喜欢人类的奥特曼出场前的套路 米娜从直升机跳下 以及小队成员从摩天楼空降作战 动画组特意把这段原画放出 这是Production IG与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攻击最喜欢的开场白 就是这套动作 处理怪兽的现场 血肉染红建筑物是原作旧有的 千斤顶与框柱怪兽的范围桥 一系列令人舒服的机械运动 则是动画组后加的 下一秒 如果一位穿着白衬衫的少年说 我去看Eva 那就是我的童年了 但下一秒 是32岁的大叔 吃着汉堡抱怨加班 是我的现在了 羽鱼兽的追逐戏 一镜到底的结尾 是一个红色钢筋筑起的隧道 当时的电影院看点映 真以为里面会弹射出什么萝卜 而这段追逐戏的最后 是一阵男人破窗降落 能在小猪舍的第一集破窗跳的 除了草屉素子就属女了 说了这么多 稍微聊点自己的想法 动画这个行业发展这么久 如今又是这信息爆炸的时代 怪兽八号 很可能不是动画老涛心中的好作品 我一直有没事翻看两集老翻的习惯 现在再看2000年前TV动画的作画 你说那些作品相比如今的 就一定出色吗 还是说因为我一路看出来 才会认为现在的作品 内核不够硬的 令我产生情绪波动的 其实是 即便回头看 它没那么出色 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类型的作品 这份缘分吧 我还挺羡慕现在的孩子的 动画这项产业 画面伴随着时代有进步 某个我们这代舆论主导人 碰不到的角落 某个像曾经的我们 喜欢动画的孩子 兴奋地看着这么高质量的作画的动画 他不需要听见我说什么 他也不需要听见你说什么 怪兽八号的第一篇导读 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的话 点赞 收藏 投币 就拜托了 想听我聊别的动画 订阅关注也拜托了 下周休息一下 精神和身体都需要充着电 妈 下期也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团队 你 警告 不